天空蓝蓝 微风蓝蓝 看着你的脸 踏实有我吗 你说过想要永远和我在一起 我想什么你都会去努力 这样在一起 任性有来疲 当全有你我不会 我们家朱莉娅跟她婆婆吵架 都吵到了离家出走的地步了 没什么严重 我妈的心额你也知道 有些拦你拦不住 是啊 亲家母这个人太过分了一点 你不是觉得我们朱莉娅娘家人不在身边吗 你说把孩子逼着都离家出走了 亲家母 误会 肯定是误会了 虽然说最近家里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婆媳嘛 时间长了总归会有矛盾 自古以来不都这样吗 是啦 我们也都是知书达理的人 是是是 这个婆媳关系有点问题没什么 但是她也不能总这样子 说我们家朱莉娅 没有房子住赖在她那里什么的 算了 算了 这些都不提了 所以我跟她爸爸商量好了 我们呀 在北京给朱莉娅买套房 让朱莉娅单独出来住嘛 不过吧 就是以后呢 亲家母想看她儿子的话 那可就算是走亲戚了哦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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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房子毕竟不是小事 再说 家里边也有他们小人口住的地方 是啊 这个事儿 二位是不是在慎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是不是老夫啊 算了 就这样吧 老静儿 你要有事情你就先吧 我们再看看 好吧 诶 朱莉娅 你刚才说的是这个 哦 对的 就是那个小羊群 哎呦 我顶层欸 来 我算算了 我问你 朱莉娅为什么离家出走 你儿子为什么要给人家当养老女婿 我跟你说为什么哈 不不不不 咱只说自己 不说别人的问题啊 我 我承认 我也有有有有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有点急躁 但是他呢 他太任性了 我说两句 他跟我顶起来了 有他这样的吗 我再说一遍 咱不说别人 就说你自己的问题 你今天干嘛来了 你今天批评我来跟我上课了是吧 我不是让你去做工作吧 你做的怎么样 坐下给我汇报一下 人家丈母娘家说话 就把房子给买了 你儿子就要上门伺候人家去了 你还牛什么呀你 你听他的 他买得起呀 北京房子多贵呀 他一个小干部 他买得起房 不用你操心 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 你儿子伺候人家去了 你闺女也嫁人走了 这间房子就你一个人空手的 干嘛过啊 我怎么过不用你操心你 我退退了我 我搬老李那去 老李那房子大 我搬过去不就完了吗 这事也不用你管 我还把这个房租出去 到时候我当收租婆 还应该要不少钱呢 老李老李老李 你让他现在就娶你了 他现在娶你算他有本事 你别想我 我不是将你 你要他来呀 别老拿这个吓唬我 谁吃那套啊 我还提醒你 半路夫妻没好下场 我愿意有没有好下场跟你没关系 行 没关系 以后有事别找我 别让我给你卡屁 你文明点 我就不文明了 怎么着了 你还反了今天呢 爸怎么着 我说你还怎么着呢 我跟你讲这儿子就随你 我今后长得下 就得看看基因 就你这种就是遗传基因 太差了 我爷爷就这样 你爷爷就这样 你爷爷不那样 你能那样吗 你不那样 你儿子能那样吗 真是 就是遗传者的货 我跟你说 该摆新的吧 送了 送了你 你还吃 你再走 你好愿意吃 送了这荷香蕉子 送了你还吃 气着了 气着了 我说你这个人啊 青春堵这个机 说什么买房子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们把家里的房子 全部卖光也买不起 这里的房子 你懂吧 我小的 但是我要是不这样讲的话 那个金波妈妈 画什么东西啊 这不是更要欺负你女儿了 我说等金波的爸爸 谈这个事情 我们就找个台阶下下 你就是不听嘛 金波爸爸在家里说话 不作数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的咯 这个家庭是女人当家 你没看出来啊 我不就是想让他妈妈 去把朱利亚请回来吧 真是的 怎么办 两天了 人家人都不来 不来嘛好嘞 我们去啊 他不来我们上门好了呀 就这么直就去啊 去啊 哎 我是要跟他妈妈讲一讲 要来看看我们南方人的厉害 他总不至于 看着两个小孩子分手的吧 我告诉你 我的原则是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那个花枝翘 是软不吃硬的 要迂回做战斗吧 我晓得了啊 迂回迂回 到时候啊 我唱红脸 你唱白脸 哎 说好了 你不要阻止我就可以了 我也要让他看看我的厉害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对你这个呢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哎呦 老朱来来 你跟我去就好了呀 你就跟我去呀 喝点水吧 天挺热的 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了 不客气 那 金波妈妈 其实哈 我 跟他爸爸 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啦 嗯 金波这几天 每天都到我们住的宾馆 去找朱莉啊 他回来没有跟你讲过 他不用去啊 我也知道 是吧 挺好的 那 那我女儿好几天 都没有回你们家来住 你都不担心的哈 不是您都刚才说了嘛 去您那儿了 我担心什么呀 再说还有金波呢 是吧 不担心 我知道孩子好就行啊 在哪儿都一样 我女儿跟你儿子结婚的时候 情况你也了解啊 两个人背着我们 就跑去登记了 所以我女儿嫁到你们家来 我们也没有提过什么过分的要求 可以说 嫁过来这么久 我女儿什么都没有得到过 朱妈妈 你想得到什么呀 这样吧 这样吧 小花总子啊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抢她了 好吧 还是谈谈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 你看我就说嘛 肯定是有事是吧 没事你不能什么 还有主要目的 我们还是这样啊 就像开会一样的 是吧 这个 还是你讲 你讲 你讲 当领导的惯了 点名呢 让你发言 我讲就我讲的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亲家母哈 我们就考虑呀 要不 干脆让我女儿出去住算了啦 这不嘛 这一次啊 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 特意跑来北京的 我们打算啊 在北京给我女儿买一套房子 不瞒你讲啊 房子我们已经看好了啦 哎呀 初恋妈妈 你们太有钱了 房子都看好了 有些家子这几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 我们金波找的是什么人家啊 找对了 我们太有钱了 不是这么讲的 呃 我们呢 其实也是 真求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这个房子哦 说起来呢 是买给小孩子的 这房产证上嘛 一定会有助力啊 也会有金波 所以我们两个老的也考虑过 这房子 那就我们两家老人合起来买 哎 给两个小的 哎 钱嘛 也就一家一半 哎呀 计划的真挺好的 告诉你们啊 根本就不可能啊 啊 别说我没那么多钱了 我就有 我也不可能买 为什么呢 听说我就是一个儿子 我还指望他给我养老送终呢 再说我们家这么大房子 我有病啊 我到外边我 我再买一套 你们愿意买 你们就给女儿买 这个我不拦着 但是我这儿 不可能 那你什么意思了啦 你就想让我女儿在你的家里 受你一辈子的气 对吧 哎 我跟你讲 我女儿 一定要出去住的 你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们已经商量过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 就是让朱莉亚跟金波离婚 这话越说越离谱了 还跟金波离婚 离就离呗 你以为我们怕离婚是吧 我们是男孩子 金波一表人才 今天离了 明天就有人上门 不信咱就看看 哎呦 你倒是要想好了 你们朱莉亚一个女孩子 她离了 她能不能找着 能不能嫁出去 这个事是你们考虑的 我们不要跟这种素子低的人打交道 走走走 我们走了啦 我跟你讲啊 亲家母 我会让朱莉亚去离婚的 爸爸你们说什么呢 我不离婚 离什么呀 是她 是她 你张不娘让你离呀 这下你高兴了吧 你是不是非得逼着我们俩把婚离了你才高兴啊 那我怎么办嘛 我哪知道会变成这样啊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 别把你爸妈叫来 别把你爸妈叫来 你偏把他们叫来 你爸妈来了 只会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 那你妈也没让我啊 我平时是她不好嘛 她为什么处处针对我啊 好 好的不得了 那问题是 你 你不跟她对着干的时候 我妈对你也挺好的呀 你知不知道你们俩这样对着干的时候 谁为难 不是你也不是我妈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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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不怕 我真的跟你离婚吗 我就是不想离婚 除了你跟我爸之间有点矛盾 之外 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啊 不是 那怎么办嘛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梁爸 弄已经闹成这样了 这关不理都不行了 大伯 都是我的错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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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你了 我们来看你了 都来了 李生你 嫂子也在 是吧 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严重啊 上证券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很快 你们一说我才放心了 我还以为你是过来找我要工资的呢 疼 那我也来了 来看看你 谢谢你啊 金娜 我这 那个粥 粥还没喝完呢 我再喝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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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这汁也凉了 算了还是别喝了吧 没事没事 我 我在喝 我去给你淡点水 我手疼 那 刚才 书也说了 你看这手都肿了 你给我闻闻 快点啊 土死了 你老的饶得特别好 嗯 柔了就不疼 好 金大夫 你出来 好嘞 你们先聊 特别忙 医院都需要的 你说你 不好意思 我上趟洗手间 金大夫 咱俩都是医生 我呢 就这样不会了 这是片子 你的朋友在这次车户当中 左腿神经 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可能会有 瘫痪的危险 因为他在车下面 压缓的时间太久了 有一段神经 损伤得很厉害 还有康复的可能吗 一半一半吧 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 脊椎横断性的伤害 如果坚持复健 积极配合治疗 是有康复的可能性的 但是你知道 医学没有百分之百 一会儿我去病房 给你朋友 做一个病情的汇报 你都开头开头了 谢谢 谢谢 所有办法能治好他吧 金达 不管怎么样 我永远都在你身后 只要你需要 回头就能看到我 有什么事 我们一起看 爸 您教教我 怎么样在我媳妇和我妈之间周旋 我现在头都大了 好 今天老爸就教教你 啊 不管啊 你妈和你奶奶之间 以前关系怎么样 这其中的基本道理 你老爸是经过了无数教育 领化出来了 最重要的一个 不能传闲话 你喜欢跟你说什么了 这是你们小两口的事 这最容易造成矛盾 千万不能跟你妈说 我什么都没说呀 行了 行了啊 我还不知道你 在你妈心里啊 你永远都是这次乖宝贝 给你卖两块糖 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 你全说了 谁知道他求负负三丈 这就是女人 知道吗 你以为你说说就过去了 什么误会啊笑毛病啊 永远都没事了 天真 我告诉你 那是积累起来 这么一块爆发 就你傻 爸 嗯 您说的太对了啊 这真的是血的教训 嗯 以后我什么都不说了 这就对了 来 爸 好 你比方说啊 你妈对你媳妇有意见 嫌她懒 不干活 这种话 你也不能直接告诉你媳妇 不是 那我该怎么样传达 我妈给我媳妇的指令呢 你啊 得这么说 你说 媳妇 我妈对你老话你呢 说你 特勤快 特有眼力见 老跟她抢了点家午活 真是我的好媳妇 我特感动 真的媳妇 你看 要不咱们表现美 现在把地搓搓 怎么样 是不是 绝了 没想到你还会这一道 来来来来 你太逗了 把我来道理一样 你媳妇对你妈有意见 你也不能直接跟你妈说 说你媳妇对她有意见 你得说 这是你提的 你要说 是你媳妇对你妈有意见 那坏了 这事闹大了 婆媳 天生就是一对死对头 我现在倒是明白了 因为 这做男人真累 我现在可是慢慢开始理解你了 你说你爸这辈子容易吗 干一杯儿子 再干一杯儿子 爸 你说 不会到最后 我跟您一样吧 被扫地出门了 不怕 不怕 那个 明天 明天我去找你妈说去 你就把信放在肚子里 不会让你们离婚的 行了 爸 傻小子 你尝尝 我泡了茶 这天热的人真是渴了 所以 多喝茶 赶紧给我倒上 你喝干嘛呀 我尝尝烫不烫吧 行正好 行了 你喝那玩意儿我才不喝呢 对对对对 再倒一杯 你拿一杯 你看 你摸摸鸡 你摸摸鸡 你摸摸鸡做半天了 到底想说什么呀 无非这儿子的事是吧 老不说 老是曾经还是人口子 聪明 华华 你是不是非得 这孩子们辛辛苦苦 组建的那个家庭拆散了 你心里才舒坦呢 谁拆散谁呀 是他们自己不服管教 然后拿离婚下回来 最后没台阶下了 是我吗 你不是心里门清吗 那你给孩子一拆尖下怎么了 我给谁拆尖啊 他们不是有本事吗 有本事出去 别回来 你再给我倒一杯 不是我说你啊 当初你当媳妇的时候 跟婆婆斗 如今你当婆婆了 又跟媳妇斗 你斗来斗去的 你这血压能够高吗 谁 谁 谁跟你妈斗了 什么叫我跟婆婆斗 我什么时候跟她斗 是她跟我斗 是她总挑我的斗 对对对 她挑你的 反正她也不在了 不在你不行 不在你把话说清楚 知道吗 咱先不诺 不是你得说清楚 口误 口误 这种口误以后就别出现 是是是 好 反正我是为了你好 你想 你有这么一个儿子 你把儿媳妇给得罪了 将来你能让有什么好啊 行吧 你不得罪她也没什么好 我觉得啊 你现在呢 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金塔的身上 她不是现在贪上这儿了吗 你多关心快金塔 朱利家 你别管她 房子还买不起 是吧 咱儿子也就不会搬出去住了 这不挺好的吗 你就啪啪实实的 把自己的事弄好 挺好 要不然 你心里边 你就舒坦的 舒不舒坦不说了 嗯 我可是真累啊 你看看 所以不能什么 我来我 我给你放手放手 不 你别管 干嘛啊你啊 别别别 你就当我是个御兵 你别看着你 以为怎么回事呢 咱俩已经离婚了 别扯这个人 好 谁跟谁啊 那一个不正经的 就差不多了 朱利家 别不承认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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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是学位吧 就是 你们俩真想听我的意见吗 当然 那就先把你爸妈送回去 让他们别再参与你的事情了 回家跟妈认错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为什么我去道歉 本来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但你把事情扩大化了 难道你还等着妈来跟你道歉 这是不可能的 她现在站着上风 又跟你父母阻气 你应该赶紧结束这个局面 不然最难受的还是你的父母 是啊 你看看 我姐说的都是至理名言 再说了 妈那本来就房子够大的 你们不去住就够浪费的了 是 浪费就是最大的弹罪 那道歉也可以 你得陪我去 那肯定啊 我们俩的事肯定我们俩一块去 放心吧啊 那行吧 哦对了姐 听说你上住院了怎么样了 不是很好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 她怎么说也是我上司 我得去看看她 行啊 有空你去吧 好 妈 我们回来了 坐下吧 吃饭吧 嗯 那个 那个妈那个 那个 那个 亚亚还给你买了些水果 你得多吃水果 来 亚亚快来 妈道个歉 妈 不用不用不用 哎呀 道什么歉呢 都过去的事了 我都忘了 行了行了 赶紧洗个手吃饭了 赶紧吃饭 妈 是我错了 我不该说那么多伤害您和金波的话 我再也不任性了 真的 最后一次 行了行了 赶紧做吃饭 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 坐下吃饭 那个妈都做好饭等我了是吧 但是我今天说的 妈 嗯 你怎么用 你看你这衣服 一会儿就换 我真想忍这不说 是是 洗了缩水了 真是忍住 以后真不能这样 咱现在已经是已婚的人了 是吧 不是小姑娘了 不能怎么穿成那样 我知道了 没有下次了 妈 不不不 你们吃你们吃 就是给你们准备的 妈 那个以后啊 我跟亚亚都想好了 也都说好了 我们俩一定好好工作 孝敬您 让这个家里的日子 活着红红火火的 让您看开心心的 嗯 我再也不闹情绪 不作 我不犯说了 看行动 吃饭 什么话都不说了 好了吃饭吃饭吃饭 嗯 我早就说过了 孩子的事情不要太冲动 我就知道 今天就会发生那些 吃了不讨好的绝命 你不要在这里马后炮好不好 你早就知道你还跟我来北京做什么啊 什么都你早就知道 做一个马后炮 哎 你生那个花枝翘的去 你跟我发什么火了 我是想一想心里都怪难受的 我生个女儿 好端端的养了那么大 女儿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 找什么样的人家找不到啊 非得嫁到这个北京来 你说当初我们怎么就是拦不住她呢 活该她现在被人家欺负 我才不要管了 好嘞好嘞 我们的女儿长大了 只要女婿对她好就可以了 所以我说你赶紧还是收拾行李打道回府 我这也不要来了 有机会还是要来的 不要来了啦 病情报告和治疗方案大概就是这样 我知道对一个病人来说 接受这个事实挺难的 希望您能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这对康复是有帮助的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对不起 没事 你干嘛呀 不是你的事 我可以的 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啊 那 这里能治 我就在这治 这治不了了 咱们就出去治 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那生不了孩子都能解决 那生不了孩子都能解决 我这小生 一定能治好 对吧 你放心 我会尽我的全力的 我会好的 我没事 我没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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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要不别去了 你看我最近不是挺好的吗 上次你就出院太早了 都晕了 你忘了 所以啊 还是得定期住院 必须进行阶段治疗 行了 继续治疗 这下你放心了吧 最近这些日子 怎么没见你跟金娜在一起 吵架了 她有一个朋友 出了车祸 她忙着照顾她 男的女的 妈 好 妈不问 妈还是那句话 金娜是个好姑娘 好好抓着 轻易变三首了 知道吗 你想要的披萨 给你买来了 吃吧 这披萨怎么这么小 你一个人还不够啊 放这吧 要不喝点汤吧 我妈特意给你熬的 金娜 我不太想吃东西 我也不 你要是忙你就忙吧 反正孙姨会按时给我做饭的 惊喜 姐姐你也在啊 你来了 朱莉啊 老板 我来看你了 这么点重啊 天呐 你坐吧 那你们先聊啊 我一会儿再过来 嗯 好 我一会儿找你去啊 哎 你怎么样 还好吧 挺好的 你 你求婚了吗 算是求过了吧 什么叫算是求过了呀 你当众救了我们家姐 你现在是她心里的大英雄啊 这个时候你要不抓紧机会 还在何时啊 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知道什么 没什么 哦对了 我这段时间去不了公司了 嗯 你帮我看着点 嗯 你放心 拿了你的钱 肯定帮你办事 姐夫 你这什么时候能好 很快 那就好 公司也需要你 纳姐也需要你 你得快点好 哎呀 爸 哎呀 哎呀 你这 这咋回事啊这是 快坐快坐 哎呀 你还问我咋回事 你还不知道吗 金大那个 都住进来了 哦 就是 就是上次 金波婚礼上你说那 你那个准女婿是吧 不是原来她住过你这吗 这次又伤了 住进来了 哎呀 金大没跟你说呀 什么意思啊 那个 就是 那个以上 她那个腿啊 啊 反正是 不太乐观 有可能会保不住 后半生就得坐轮椅 肯定是特别严重 她才没敢跟我说 是 那怎么办呢 方 但是你看你看现在 嗯 那么好的条件 关键她为了救咱们 伤的呀 哎呀 所以我就替 替金大再操心呢 你说怎么办呢 你可把我打蒙了一下子 别别 姐姐 呃 但是我们医院肯定会尽力的 全力的会去 会去救的 你放心 必须保 必须保 知道咱不想那么多了 好不好 不管怎么样 人家孩子是为了咱们 没错 是吧 所以呢 你就什么好要用什么 什么手段你都上 真正需要钱啊 我这出 全力 自己家里的事 你放心吧 我肯定是操心的 好 那我不留你了 你看你这 哎呀 你回家休息休息去吧 爸爸 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 奶奶呢 奶奶在医院呢 怎么 爸爸来不好啊 嗯 爸爸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彤彤彤 以后就别再叫金娜妈妈了 她又不是你真妈妈 她不让我叫了吗 不是 她不让 我真想叫她妈妈 好不容易有一个人能让我叫她妈妈 为什么不行 不是不行 是爸爸觉得不合适 这样可能对阿姨不太好 要是我不叫金娜妈妈妈妈了 那我就没有妈妈了 爸爸 咱们什么时候能把我真妈妈找来 我想要一个妈妈 好 爸爸答应你 等彤彤把身体养得棒棒了 咱们就去找妈妈好不好 太好了 爸爸能不能先吃一个冰淇淋 走 视频就临见 来 哎哟 哼 然后你就像了我的父女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所谓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了我的幸运 他们说爱情长长未有折磨 我只要反过故事确定没有 我只要反过故事确定没有